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小帕 一个多月没见 好奇我去哪里了吗 一方面呢 我是在做秋冬穿搭训练营的准备 另一方面呢 也是在规划频道的发展方向 这一部分呢 我会放在结尾再和大家说明 看标题呢 你就知道这期视频是关于秋冬的穿搭趋势 如果你是我频道的观众 可能会想 这不就是你常分享的内容吗 还能有什么新花样吗 如果你是频道的新朋友 你可能会想 这个在时尚剧也太多了吧 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一般呢 需要穿搭趋势的呢 分为两类人 一类呢 是时尚类的新媒体小编 我自己呢 也做过 就是在结稿之前 赶快去搜一些时尚趋势资讯 交稿 另一类呢 就是想要通过秀场趋势 借鉴一些穿搭可能的众人 比如我自己 这期视频呢 正会从后者的一个角度 去分享 如何在学习秀场趋势的同时 也能够将它运用在 秋冬的穿搭趋势中 分享一个小贴士 当你看这期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的双十一购物车 还没有开始 加购 可以将它当作一个过前指南 一边学习秀场穿搭趋势 一边也找到了购物方向 何道不为呢 第一部分 我们分享颜色趋势 在整个颜色趋势当中 一共分享三个 第一个 Lemon Yellow 柠檬黄色 秋冬呢 一定是大地色系横行的日子 像最近双十一要上新的 接加系列 就又是灰不灰 土不土的颜色 说实话 有时候像这样的颜色 连迷迷都很难驾驭 我们普通人应该往哪里使劲呢 传统的秋冬配色规则 也该面临一些挑战 在今年秋冬的颜色趋势当中 你就会发现 像是明亮黄 粉色 橘色 这样的明亮色系 更多的被使用在了秋冬穿搭中 我们来看 秀场中的 柠檬黄色的搭配参考 Corse的简形大衣 版型是老掉牙的点 但黄色和蓝色的组合 是很值得借鉴的 蓝色系的融物呢 给膨胀色系黄色 增添了一丝 优雅成稳的风格 Easy Miyake的 柠檬黄色 双排扣风衣 版型典约处古 搭配同色系的裤装 也就骨架 收鲜兽女孩 可以驾驭起来 从今年的秀场趋势当中 能够看出 设计师们采用的搭配策略 就是统一色系的 大面积使用 但统一明亮色系 大面积使用 就不可避免的 会带来一个问题 显胖 如何解决这个搭配难题呢 很简单 就是融入大地色系 OK 那搭配策略呢 我们已经有了 现在呢 去搜索一下 今年的玲珑黄色单品 有哪些 演示一下如何搭配 我在搜索的时候呢 就发现 今年明亮黄色的大衣 将颜色都有点偏鹅黄色 鹅黄色 降低了明亮色系搭配难度 那我就用鹅黄色 去演示一下 今年的黄色系如何搭配 第一个搭配方法 选择棕白格纳毛衣 和黑色紧身裤 作为内搭 外套鹅黄色系的大衣 五台色系黑色 与大地色系棕色 由于色系偏暗 起到了修饰内部深情的作用 将偏暗的内搭 叠穿在偏亮的红杠色系内 是一个常用的深情修饰方法 第二个搭配方法 可以将棕白格红毛衣 换成白色系的毛衣 这是我昨天在衣会里 找到一件白色毛衣 然后我就发现 它已经祈求成这个样子 言归正传 我们套上白色毛衣之后呢 下半身就要选择一个 能够修饰身型的单品 因为白色系本身是同胀色系嘛 那我下半身就选择了 天暗的大地色系 棕黄格纹的半裙 去洗到修饰下半身 身型的一个作用 再加上叠穿的项链 去呼应整体造型的一个完整度 第二个颜色 Skelet Orange 橘红色 如果上一个色系 明亮黄不是米菜 没关系 来看橘红色系 在今年均走 各位搭起秀场当中 橘红色都以单一 大面积色系形式出现 像是烈落硬挺的橘红色风衣 显得发爽美艳 适合欧美妆的女生去尝试 我们在搭配橘红色系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皱眼去搭配 很容易显得皮肤黑 哪怕你没有时间花全装 也要注意将纯色搭配上 单一的明亮色系 在搭配上都会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建议大家 用一个偷懒的小方法 将大面积的明亮色系 缩小成更小比例的形式去使用 比如你无法驾驭橘红色的大衣风衣 那我们可以选择更小单品 橘红色系的毛衣 我自己的衣柜中 是没有橘红色毛衣的 所以我千挑万选了一件 但拿到手 发现好像有点棕橘色 不过颜色上一点差异 也没有关系 不会影响 我们搭配方法一个介绍 用白色衬衫 内搭在橘红色毛衣内 衬衫领路出的越多 就越能够降低橘色的跑和感 降低你的搭配难度 下半身我选择的是黑色的西装裤 起到了视觉收窄 下半身身形的作用 松色系就起到了平衡 有彩色系橘色 和五彩色系黑色的一个拖度作用 这套搭配就完美展现了 我搭配课程中的二八法则 用20%的明亮色系橘色 搭配80%的大衣色系或五彩色系 不会搭配明亮色系朋友 就直接按照这个搭配公式来 就没问题 第三个颜色趋势 PINK SHAD粉色系 在今年秀场趋势中 粉色的出现可就五花八门了 几乎在各类单品当中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像是Raf Sandons秀场中 粉色外套式衬衫 搭配同色系的拖地长裤 与黄色系手套的撞色组合 时髦有趣 又或是拿Hero的橡皮粉色大衣 与Vinley真枝衫 白色衬衫的双重组合 显出造型中的优雅回肌 这两个搭配都打破了 粉色系固有的温柔风格 反倒是产现了一种中性利落感 既然要穿粉色系 那我们就穿全套的西装 但之前呢 我有分享过 大面积的膨胀色系 在搭配的时候 会面临显胖显壮的风险 所以我们在挑选粉色系的时候 尽量融入一些灰度 像是橡皮粉色 灰粉色的橡皮粉色系 搭配能度 同时也打破它原先的温柔风格 展现出秋冬不一样的中性气质 看完了那么多颜色趋势之后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上述三个颜色 我都已经推荐 就连时尚趋势机构 WGSN也曾这样预测过 今年秋冬明亮特系 将会频繁出现 给秋冬季 注一丝挤虚的 活力和乐观感 接下来单品趋势 一共分享四个 第一个Lonitz长针织毛衣 针织毛衣呢 几乎是人人衣柜 在秋冬都会有的一个单品 但它有时候非常的鸡肋 因为还没等到你单穿 它就已经作为内搭 叠穿在外套内了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毛衣 都很快顿入外套内 像是长款的毛衣裙 就可以一直延续到 终极穿搭 干了个修身棕色长毛衣 微型领口的设计呢 既能够展现索谷 同时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脸型 搭配后女鞋 显出风格的干练帅性 或是像Hope和Michelle的 彩色针织长毛衣 搭配同针织背心 和碎花长布 有去大胆 当然这套搭配的防暖性 证实说 在北方同学借鉴度 可能没有那么高 我的衣柜中 伸出它的比例 这样无论你穿多厚的外套 它能够很好地 看到你的腰线位置 像这样的长针织毛衣 搭配马丁靴 是一个常规的操作 但如果你的靴绷 能够再短一点 尽可能能多入出你的脚腿 还有脚踝 这样会让你的比例 显得更好 第二个单品趋势 Geometry 几何印花单品 有大胆的颜色 和图案组成的单品 确实能够 为你的秋冬穿搭 增色不少 特别是在尼姑色 很醒的秋冬季 几何印花单品 也能够为你增加一点 穿搭风格 今年秀场中 也出现了大量 几何图案的单品 它们的造型 同样值得借鉴 粉红绿色相间的 合纹毛衣 搭配了花边领的衬衫 别穿层次感十足 搭配了高腰载裤 和马丁靴 制造较为 简约中性的英文风格 红色几何图案毛衣 搭配灰色的西装布 选择了同色系 已经去增加毛衣的 穿搭细节感 棕色腰带的加入 也起到了积分出比例 同时也增添细节感的作用 上述方法学会了 那我们使用看看 我也选择了一件 几何图案的毛衣 搭配西装裤 和一条小领巾 这样一看 不是这条搭配不行 但总觉得色气涨不是很搭 我们可以将小领巾 换成白色的披肩 搭配一个白色的深织帽 去呼应毛衣的颜色 再用棕色腰带 分出一个身形比例 这样一搭 它会更加的顺眼 当然这样单传 北方朋友估计要更糊 所以我们要去加外套 外套的颜色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从你身上单品当中去寻找 我是建议从毛衣当中去寻找 那你可以选择白色的大衣 或者选择东色系的皮衣和夹克 第三个单品趋势 LaserCode皮大衣 皮大衣算是经验秋冬 比较热门的一个趋势 你在某宝上 也能够看到大量的一个单品 Michael Kors和Mubla 在经验秀场当中 用统一色气的皮大衣 搭配了尖头和高跟靴 非常的帅心利用 我们在接线的时候 可以直接将鞋款 换成马冰靴 或是肩头的牛筋鞋 更适合职场装办 皮大衣是一个很接触单品 我们在搭配的时候 只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个是要塑造好你肩膀的体量感 另一个就是要分出你的腰线比喻 塑造肩膀体量感说的是 很多个子较小 或是股价较为瘦的女孩子 在穿皮大衣的时候 肩膀这里是撑不起来的 有个方法教大家 就是你自己利用莫大单品 去塑造它肩膀体量感 比如说你可以在内搭 穿一个牛仔甲册 牛仔甲册的肩型 就能够帮你塑造 较为挺拔的体态 第二个是说比例 因为多数皮大衣 还是比较厚实的 你整个盖组的话 是看不出你的身形 比例在哪里 那无论我们是穿 某一搭配几身裤 我们用多次的腰带 去分出它清晰的比例线 或是我们内搭 强缓的针织群 同样又使用腰带 去分出它的标签比例 第四个单品趋势 Fory Coat毛绒绒外套 在今年秋冬的秀场中 三郎梦的毛绒绒皮草外套 让我印象深刻 销售的模特 穿着宽大的白色 或橘色皮草外套 内搭连身裤或镭射短裙 造型当时拉到满分 但借鉴度为零 那我们在搭配生活中 要如何借鉴呢 面对尺寸较为硕大的 毛绒绒外套时 我常用的造型方法是 将整个的身形 修饰成倒三角形 例如在毛绒绒的外套之下 内搭花边衬衫 薄缓的针织衫或毛衣 因为本身外套的分量感 就已经够充足了 那我们内搭呢 尽量选择较为轻的 视觉天然的单品 要想有更好的身形 就是效果 鞋款呢 可以选择高跟靴 三角形的两条边 一旦被无限延长 自然显得你比例较好 以上四个单品趋势当中 我比较推荐的是 长针织毛衣和皮衣 而几何图案单品 和毛绒绒外套 对于身形呢 有一定的限制 请做四星的推荐 最后呢 分享我们的造型趋势 一共是三个 第一个 Long Blues 长手套 这是18年我尝试的 长手套造型 今年呢 我又勇闯雷人骨 再次去试一下这个趋势 说实话 在Rof Simone秀场中 粉色衬衫 与黄色长手套的组合 也只有模特可以驾驭 普通人穿呢 还不得换个工作场所 或者是Valentino秀场中的 黑色长裙 搭配紧身的红色皮手套 胳膊呢 稍微有点粗的女孩 可能就没办法驾驭 这样的紧身皮手套 所以啊 长手套这个单品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就要下点功夫 更好的选择呢 是针织款式的长手套 长手套的颜色 要不就是从你的内搭当中 去寻找 从内搭当中找颜色呢 不会显得突兀 而且就像是你内搭 衍生出来的一截长袖子一般 比较自然 第二个造型趋势 Shareless 轻薄叠穿 这个造型趋势呢 就是指将你较为轻薄单品 将是纱裙叠穿在 较为厚重的外套内 这个趋势呢 也是在提醒我们 夏天的纱裙 别急着说 现在呢 还是可以用来叠穿的 在Selene的秋冬秀场当中 设计师呢 将分量感较为轻的纱裙 叠穿在厚重的 卫衣和平衣内 轻重之间的对比呢 形成了很好的平衡感 灰色和棕色的上半身 是较为沉闷厚重的 用银色的纱裙 就能够强妙缓和这种沉重感 在Jare Sander的绣场当中 丝织穿衫 它会把自己叠得越来越厚 但这个其实不是叠穿的本意 叠穿呢 是希望你通过 单品之间的轻重对比 显出搭配的层次感 而不仅仅是 让所有的外套叠在一起 第三个造型趋势 针织套头帽 在MiuMiu的绣场当中 挖起了一股 包裹是针织套头帽的风潮 模特呢 穿着粉色系的外套 搭配同色系的针织帽 清冷优雅 在Barberry的绣场当中 设计师用丰富的针织帽 搭配了黑色的长裙和长靴 针织帽呢 削弱了黑色单品的沉重感 显出造型较为轻巧 这个单品呢 要打上谨慎使用的标志 因为过于谨慎的针织帽 会紧贴脸部 显得你脸较大 我去某宝上逛了一圈 发现今年比较流行的针织帽呢 是像这样的 护尔式的一个针织帽 像这样的护尔式的针织帽 它能够较好地修饰你的脸型 在之前的搭配当中 针织帽出现的频率还挺高 我将出现的搭配都放在这里 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参考 上述分享的三个造型趋势 我都给四星 你可以根据你的脸型 还有身形 自由选择 最后一分钟 和大家分享一点心理话 在视频的开头呢 有说过 因为在调整频道的方向 所以稍稍让视频的更新进度 落后了一点 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我没好意思说 因为我正处在 巨大的创作低潮期当中 我现在呢 是一名完全自由的造型师 也就是说我并不收品牌 或公司的约束 可以自由接单 但大家都知道吗 自由代价是比较高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 比较自由的阶段 我在更新的时候 就不会像之前那样 比较无所顾忌 因为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等着我 我现在更多担心的是 这期内容 会不会把我的频道跟死了 想的越多呢 就越难开始去创作 我相信不管再难的路 最难的呢 可能永远是第一步 所以在前段时间 调整完状态之后 我决定呢 在之后的每期视频当中 多多一点小调整 和一点小提升 我是希望我的穿搭内容 真的能够帮助大家 改善自己的穿搭 找到自己的资讯 同时也能够 真切地感受到 穿搭是一件 非常美好的事 还是那个老约定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 一件三连 更重要的呢 希望能够分享 如果我的视频 能够给更多的人 看到学习到 也算是我 持续创作的 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